一年一度的大版本PV上线了 那么纳塔的这个PV 它展现出来的是一个热情洋溢 活力十足的国度 和丰丹的这个充满阴谋 充满威胁的氛围截然相反 不知道各位看完这个PV以后 有什么感受 那首先是一似火神的马威卡 皮衣皮裤纳塔汪峰 纳塔没有活动的时候 去王者峡谷兼职语音播报 这个角色虽然是出场时间最多的 但神之眼虽然一点都没有露出来 那么除了神之眼藏得很好这种可能性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家伙他既是火神又是火龙王呢 毕竟纳维莱特也没有神之眼嘛 而且最后他还能控制六个图腾 感觉好像蛮神秘的 然后基尼奇作为纳塔PV中 好像是最好看的小哥 日配是左柱 边上的那个变色龙 是名人的CV 竹内顺子 极名左鱼一身 强度肯定不会入 纳塔是火 木叶也是火 非常合适吧 另外他身边这个变色龙骂了一具王八蛋 我感觉是一个嘴碎的随身宠物 这个角色的人设 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 接着呢 是我们的炎元素概念 又迎来了一位大姐姐 慵懒狂野的美人豹 西诺宁 从尾巴的花纹看 应该是一只美洲豹成金 这一身闪亮亮的打扮 非常适合加入镀金旅团 不知道他会不会给 炎元素带来一些新鲜的玩法 然后是我在PV里最喜欢的这位 头上有鸟语装饰的 冰元素少女 希特拉利 主要是这个CV的声音一出 我感觉挺加分的 因为和脸看起来有一点反插萌 而同样是冰元素 却满身都是红色的恰斯卡 头上戴的就是之前 驯龙活动中出现过的帽子 看耳朵 应该也不是人类 这位角色呢 虽然颜值不是很顶级 但我觉得气质 非常的有吸引力 而在他之前出现的 伊安山 就是足迹PV中出现的角色 但元素类型 不知道 身形矮小 在纳塔一众俊男靓女中 显得不够亮眼 但是他的耳朵看起来 和纳希达是同款 难不成他还是个小魔神吗 那剩下的两位纳塔土著 就是前瞻出现过的 水元素角色马拉尼 和岩元素角色卡奇纳 马拉尼给我的感觉 是个海豹成精 身上有许多贝壳元素 瞳孔也不太一般 手上扎了一个 黑色蝴蝶结的小海豹装饰 没有放大的时候 我以为是某位故人 那至于卡奇纳 我感觉应该是 小吐蕃属成精 所以这么看下来 纳塔本地的角色 好像都不是人 身上多多少少 有一些动物的元素在里面 难道这就是提瓦特生物 进化到顶点以后的模样吗 那么除了纳塔本地角色 PV中还出现了队长 看队长的特效 我感觉他可能是一个 冰元素或者是蜂元素角色 另外还有他的同僚欧伦洛 但是他实在太模糊了 所以没有什么信息 那么虽然纳塔是战争的国度 纳塔的PV呢 却是以运动会为主题的 但疑似火神的马维卡 还邀请队长也参加这次盛会 所以这应该不是一个 普通的运动会 最终的奖品会是火神之星吧 另外这个燃烧的图腾 和真正命运 将以我等的血来缔造 那颇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味道呀 感觉纳塔应该也是要发生什么大事了 最后呢 我觉得这个PV的配乐还是挺不错的 浓郁的拉丁风格 这一段浩角的演奏 就让我想起了那首著名的生命之杯 另外这一段也颇具生命力 这个啊啊啊 让我想到了泰山 也还有一点狮子王的感觉 哎呀 不知道后游mix在纳塔 会给玩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好的 我是提华特地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